小朋友的皮膚 我們要出去外面玩囉 可是外面現在太陽很大 沒關係 媽媽有秘密武器 你看 這個是專為小朋友 兒童設計的 就是可以擦臉 還可以擦身體的 而且是六個月以上的 baby 就可以擦囉 醫生請問一下 像我們家的寶寶 跟我們大人有什麼樣的皮膚 上面不一樣 基本上因為小朋友的皮膚 他的角質層啊表皮 一些屏障功能還沒有發展完全 所以對外界的一些紫外線溫度濕度 都特別的敏感 也容易算是比較敏弱的一個肌膚 跟大人的一個皮膚是完全不一樣的特性 所以我們在幫他挑選一些保養品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的小心 做好一些保護的動作 那像如果說像小朋友啊 去外面曬太陽防曬 那個紫外線會不會對他們皮膚上面 會有一些的傷害 大家都知道說 曬太陽可能會曬傷 這是一個急性的一個傷害 那紫外線其實它有分UVA和B 那這兩個部分 除了造成急性的一個曬傷之外 也有可能是一個慢性的傷害 譬如說皮膚的光老化 那或是一些光的其他的皮膚的疾病 但最嚴重的就是造成皮膚癌 而且它是一個日積月累的一個傷害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防曬應該要從小 就要幫小朋友做好防曬的一個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幫我們寶寶是選擇適合他們的防曬 基本上我比較不建議說 爸爸媽媽把自己的防曬 成人用的給小朋友做使用 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小朋友的皮膚其實是相當的敏感脆弱 所以我建議 爸爸媽媽在挑選的時候可以選用一些 專門為小朋友設計的防曬產品 那因為我們的皮膚是呈現弱酸性 所以也可以挑選PH5.5的一個特性的一個防曬產品 那專門為小朋友設計的話 這它的配方的一個特性是比較適合小朋友的 比較不會出現過敏或是敏感的問題 這樣子的一個防曬產品是比較OK的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像我們出去玩水的話 去海邊玩水 那有沒有什麼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如果你選擇幫小朋友擦的這個防曬產品 它沒有任何防水抗旱的功能 可能你幫它塗上去 它開始玩水一流汗就全部都流失掉了 並沒有任何保護的功能 所以如果是夏天的話 有去玩水的一個場合 或者是比較熱的一個天氣 我們建議還是用防水抗旱的一個功能的 防曬產品會比較好 那醫生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我們要怎麼去幫寶寶擦防曬 如果是屬於這種噴霧式的 我們建議爸爸媽媽媽可以先在手上 做一個噴灑的動作 再間接著塗在小朋友的臉上 或身體上會比較安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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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